教育股是相對高PE 但仍然守得住 因為它與科技戰的影響是零 總共來說我是用整個系統去看 這兩個系統現在是跑出來的 其中一隻是語華教育 語華教育很簡單就是小學中學都有 其實分開了兩類教育股 中小學的一批 另外就做專上學院大學 又或者是一些職業訓練學校 就是另外一批 其實就現在兩批都有人買 其中一隻就是宗教控股 你見到839其實用日線圖 都已經很明顯看得出 這個升級 trend是出了來的 新高調 想試時間比較長一些 亦都是升得多的 但是它的走勢仍然是OK的 你用周線看 其實仍然是一個升級 trend 維持著升級 trend 我都有得買一下 你跌到十天線的時候我就買一下 就可以駁一個 你坐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都算是有一個不錯升幅的一類股份 我們沒聽到 我會打造成最後一個禮拜